好,我們再繼續看還有哪些功能 來,這邊一樣,我們把字轉反白 字轉反白,還有幾個,有些東西可以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個A,上面有一個小箭頭 旁邊有個A,也有一個小箭頭 可是這兩個A的大小不一樣 而且這兩個字的箭頭方向不一樣 這是幹嘛呢? 這是可以讓你的字的大小再大 再大,再大,再大 那有什麼好處? 再小,再小,再小 這有什麼好處? 這個,你今天有可能不是只要這兩個字變大 我希望這全部的一起變大 但是,我的字轉,我還是要比這些字還大 所以你可以是,把這些都選起來 你看喔,我按 這兩個,這兩個等級還是不會一樣大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今天是照這個,用這樣子去調 這一調,全部一樣大 這樣了解嗎? 所以有時候你只是,你希望說它的比例上 大小比例要均等 但是,你還是覺得這個字太小 你要等比例放大 你就要用這個東西去按 然後,比例,類似 對,它也不完全等比例 反正就是說,反正小,我還要更小 然後,這個比較大的,然後慢慢變小 就是可以靠這樣子去練 OK 那當然其他還有一些功能 有些,這個,這個什麼巨手大協 這個我以後再講 因為我們現在常打中文字 打中文的話,跟這個地方會比較沒有關係 那等一下我之後再跟各位講 那現在呢,這個地方我們要打 還有一個東西,還有一個功能 這邊有一個刷子的功能 我先教各位這個刷子怎麼用 這個刷子齁,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你覺得這個字傳這兩個字,調得太漂亮 我們剛才調了哪些東西 我們剛才是不是調了那個什麼 字的大小 也調了那個字體 然後還調了什麼 我們那時候還按了這個 很特別的,可以去有暈開有這個 漸層,我們叫漸層射 有沒有,我們射了好幾個動作 才變成現在這樣的結果 那如果你今天,我想我的名字 也希望能夠跟它一樣大 也一樣的結果 那你,可是你今天這個怎麼射的 剛才射了哪幾項,你可能都忘記了 那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你可以先把這個字反白 然後按刷子一下 一下之後呢,再來喔 現在要把我的名字反白就好 你看它油表變成這樣子 油表旁邊有一個小刷子有沒有 你就只要按下拖過來,放開 喔,字馬上就變 而且變完之後 你後面想把今年也要變 不能變 它這個刷子只做一次的作用 那像你說,不對不對,我這個名字 怎麼放大了 我一定要跟這邊的一樣 一定要跟我叫這兩個字一樣 不然這樣怪怪的 那你就是把我叫先反白 按刷子一下 那移過來,你看 移到你想要的地方 它就已經會變成 你看,就會變成刷子 然後,開始 按下 反白 放開 OK OK 它就會 也就是說,你首先 第一個動作 你要 當模範身的是誰 先把它翻白 然後按下刷子 接下來 哪些東西要依照模範身的 你就 把它 短白 放開 它就 照原來 那照剛才你 前面那個模範身 就是你剛才前面先反白 按筆刷 的這個東西 可以嗎 這個太簡單了 等一下我們再給各位練習 所以 等一下我再重複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來了 我的標點符號 怎麼打 其實握的有幾個快速的 比如說呢 我剛才打完了 今年十九歲 我先打一打 好,假設是這樣 然後呢 接下來要打斗點 斗點怎麼打 有的 有些快速的 你按Ctrl 然後 鍵盤 倒數第二排 不是有一個斗點嗎 在M的旁邊 M的右邊 你只要按Ctrl 斗點 它就是斗點 然後呢 這個斗點的在過去那個 不是有一個點嗎 你按Ctrl那個點 就是G點 有沒有問題 然後呢 來我們往斜上方看 斜上方看的 那個 在那個Enter鍵的左邊 是不是有 上面有兩個點 然後下面是一個點的 這個東西 你按Ctrl那個點 是斗號 有沒有問題 這是比較常用的 我們三個 好,那其他像你說 然後 分號也可以 Ctrl分號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Enter的 左邊兩個 Enter的左邊兩個 就是這個分號 所以你可以嘗試看看 其實鍵盤有些快速鍵 CtrlL看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沒有 CtrlM有沒有 沒有 所以大多數常用的就是 剛才講的 CtrlD點 Ctrl點 會變成G點 然後再過來 如果Ctrl那個斜線 也不會有 也不會有東西 好 但是呢 Enter的左邊 Ctrl這個點 是變成鈍號 再過來左邊 Ctrl 那是分號 可以嗎 所以最主要這四個 我們可以用很快速鍵 按出來 但是 等一下我們以後 我們到時候還會再講 那個 講話不是有冒號嗎 人的講話不是要打個冒號 然後有一個上刮弧 下刮弧 那又要怎麼打 等一下再來講 各位 先練習 這四個標點符號 還有這個筆 這個刷子 刷子複字 然後另外呢 還有把字 等級變大 字等級變小 練習看看 來練習一下 謝謝